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10集的第二个部分 其实我是忘记跟大家分享这一款龙卷风 它变形成军事合体的手臂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我真的忘记了 那就给这一集的话 也简单的给大家做这么样一个分享 其实也不难 现在外面是狂风暴雨 台风夜的晚上可能等一下会 风雨会很大 那我们要把它变形成机器手臂的话 其实跟直升机的状态不会差很多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直升机的形态 先把它给解开 这边都把它给解开 这个地方这个卡扣把它给松脱开来 这里有一个卡扣把它松脱开来 这边一样把它给松脱开来 好这里解开的目的 其实都是为了要能够翻转这一块部件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这样子的旋转 其实目的就是在这里了 那我们知道的话就开始来作业 这样子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这里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在这里 把它给打开 是吧 还有下面这里也有一个锁扣在这里 我们也把它给打开 用一种类似撕开的概念把它给撕开来 撕开了 撕开之后我们就怎么做呢 把这一片部件 这一片部件它已经可以转动了 在这个时候 在这里一样把它松开 好它可以翻转 到前方去 到前方去之后 我们再把这一块部件拉出来 一点点 然后往前翻 翻出去之后 这个地方推出来 那推这里的时候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提过说这一片部件 这片部件 这片部件要先让推开 让给它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是逆 有点逆变的嘛 就这样过来 推过来这边 到这儿 然后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合 到这里 这里等一下是要扣进去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全部都推回去 做一个组合 那这里 然后呢 这一片部件啊 一样把它给翻下来 那就会跟它的这个侧边 这里有一个凸跟二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 记得把这个缝给扣上啊 这个变形 大概就这样子 我是尽量最小限度的 去移动它的部件 那这里的变形方式 也是一样了 这个地方 把它给挑出来 那下面这里 我已经顺便挑开了 飞机头这里打开 是为了让这个锁扣 能够轻松的翻出来 然后呢 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 这样子把它给转到前方 转到前方之后 再把这片部件整个推出来 然后做一个 也是做一个翻转 因为它这个地方需要一个结合的卡扣 那在那之前的话 我们就把这里稍微推开一下 推开一下 然后把这个凸 给转出来 这个部件回去 这个就让它回去 到这里 到这边 好 这个锁扣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里的话是一样是把它推回它原来的位置 是推回去它原来的位置 好 到这里 那它上方这个部件 下来之后 就会跟这里这个锁扣 做一个结合 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两侧给扣回去 OK 那这里扣回去之后 就这里 好 那尾巴的后面的部分 就是把它回复原状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有一个卡扣 要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 好 这里扣上 另外一侧 也是有一个相同的位置 把它给扣 那我们的这个上方这里 一样的 把它给扣回原来的位置里头去 这里 稍微移动一下 把它给卡进去了 卡进去之后 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 这个旋风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 我们把它的一个 这个部分 往内推一点之后 再把这个地方给打平 让这个 凸跟它能够扣进去 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往上折过来的时候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凸 跟这里有一个洞 也是可以扣进去 然后呢 这个 翅膀的部分 我记得是 把它给 往内折进来就行了 这个地方好像要 推进去 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给 翻进来 好 我记得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给推进去 这里 两侧 不对 这里先打开 这里先打开 这边先扣进 这里先打开好了 我们先这样好了 应该是要先扣这个 为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侧已经把它扣进来 这边我先不要把这块推进去 我要留这个缝隙 要跟这个 这个地方 要卡进这个滑槽 把它给卡进去 好 这样卡进来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再把 这个部件往内推进来 好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给整个 这个胳膊给锁定住 锁定住 那在这个角度的情况下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的凸根 然后就会刚刚好 然后这个不能折过来 这边就会刚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里 推进来 这个我记得是往内翻 好 到这边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的 一个胳膊 就跟本体 达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 一个形态的展示 那它的手臂的话呢 扣进去怎么扣 其实也很容易了 你就看你这个地方 绿色的部分 这里是绿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 这个形象 然后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两侧这个地方 有 突跟他的结合扣上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胳膊 就会达到一个 非常稳固的 一个组合的状态 这里可以再把它扣进一点 好 那所以说 它的一个手臂的状态 基本上是 直升机 变过来会比较快 其实也 也就是 跟直升机相比吧 也就是 这一块部件 做一个 前后的一个对调而已 上方的话 就是把尾巴给拆开 然后重新找一个地方 把它固定 但这个手臂有点奇怪 就是这个 人物的头 还是漏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有IDW版本的话呢 它的机翼是整个 是封起来的 那有机会的话的话 我再给大家做IDW版本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把它的手臂变形的一个过程 那剩下这些配件的话呢 其实我 我没有看到说明书上面有交代怎么放 那我觉得扣在这里 还蛮帅的啊 就把它扣在 手臂的侧方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选择 但是它的枪 的那个枪管的那个部分 原本在飞机头的这个部分 我操心还没研究出来放哪里 有想到的时候 或者是大家有建议再跟我说 那这一集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补充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